男人真的爱你,就会把全部精力花在你身上 哪还有多余的时间分给其他异性 更不会用和异性的暧昧来考验你的豁达 他会懂感情是不需要考验的 只需要好好珍惜 一,主动认错 一个男人如果是爱一个女人 就愿意委屈自己,宽容你犯的错误 一个男人是不会在你面前开始计较他的尊严 他心里明白,你是他心里最重要的 就算是你无理取闹,或者是你的错 他也会放下一切来主动给你认错,哄你开心 因为你开心了,他也就自然开心了 二,珍惜你送的每一份礼物 即使是他们不喜欢的玩偶 或是不实用的小玩意 哪怕是你为他烧了一道菜 他仍然会加倍珍惜 因为礼物包含了你的用心 他懂得这份用心 反之,如果他任意丢弃 只能说明他没有那么在乎你 三,会让你进入他的朋友圈子 男人如果爱你,他会恨不得召告天下 因为他要宣示主权 他会第一时间跟他的朋友介绍你 经常跟他朋友谈及你 说到你时,会开心地说 我媳妇 会让你结识他的朋友 还会让他们也照顾你 四,会记得你说过的话 给你惊喜 你无意间说过的话 会用羡慕的眼神留恋过的事和物 某一天,你的他为你实现了 也许是一场你期待已久的旅行 也许是你心仪很久的东西 并不是所有男人都能细心记住女人说过的话 但是记得你说过的 并努力为你实现的 一定是爱你的 五,会过度关心你 甚至变得唠叨 爱情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 最终都会归于平淡 但爱始终会存在于生活的细小处 雨天,它会自然地叮嘱你带闪 降温,它会自然地提醒你加一 生病时会监督你吃药 六,在他能力范围内 尽可能地满足你 物质是爱情中必不可少的要素 男人如果爱你 不仅仅是给你口头上的承诺 为你花钱更是实际的承诺 看到任何能让你开心的东西 都会买给你 你舍不得买的东西 他更是要尽力满足你 总是觉得你缺这缺那 爱你的男人会不遗余力地证明 你在他心中的地位 一,会为你的生活丧心,照顾你 女人爱男人会愿意肆无惧息地去照顾他 同样,男人爱女人 各自会将他宠上天 在他眼里,你变得什么都不会做 他愿意为你抱懒一切 他不会嫌弃你笨手笨脚 只会担心你,没有他在身边 你该怎么办